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外车坛的大小事 首先我们赶紧来关心一下 被誉为年度最超值的旅行车 福特Focus的ST Wagon 最近才刚开始展开预接单 可是没有想到 首批一导入的70台 已经被抢光光了 行南 这个福特Focus的ST Wagon 它这个碗工里面的辣椒 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呢 对 我们前两天才参加 它的预赏的预拍会 那总代理也说了 它第一批的配合70台 已经卖光了 那私底下讲它的接单 其实已经大概有90近百台了 但第一批 注意这个关键是第一批 那之后 因为现在其实欧洲 还是有疫情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陆续还会有 不过这个第一批的 其实大概也要到9月 才会正式上市交车 那其实讲到这个 Focus ST的Wagon 它最主要跟原本 先辈的差异的话 外观来说很明显 就是旅行车多了 吸到吸 低住了这一节的尾箱 那车长大概是比先辈长了28公分左右 那轴距是维持一样 2700mm 那动力调教基本上也都一样 是2.3的EcoBooster 280匹 是12.3的扭力 它变速箱也是七速的手制排 那0到100 慢了0.1秒 原本是6秒 现在是6.1秒 其实也是非常够用 那另外在底盘的部分 有一点不一样了 原本的先辈 我们记得它有做了 除了像ELC的电子的防滑差处之外 它有一个CCD的可变阻尼 那这一次福特原厂讲 因为全球的晚工都一样 因为后悬吊跟刚刚讲的 这个行李箱设计 下面的底盘空间是不一样 所以它在CCD取消了 它改回传统的避震器 不过还是是有它们Fall Performance 经过这个欧洲的这些赛道的调教出来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到使舍 但我相信应该还是有不错的 操控的水准 那再来看到内装的配备 也是维持有像这个 LST标准的运动化的方向盘 Recaro的座椅 然后也有8寸的荧幕 Sync 3 然后全套的Copilot360 包含IACC等等之外 那另外在售价部分 目前的 我觉得会卖的这么 应该是售价非常漂亮 原本的先备是136.8 现在照过去经验 网工通常都会加个8到10万 不等吧 其他车系 不过这支福特预售蛮漂亮 就142.8 还不是正式售价 预售其实也才差6万块左右 非常超值 我相信这是关键 然后另外它也有多了一些配备 包含像是它新的LED 叫做这个蓄日之刃的日行灯 然后多了主动转向 辅助照明的功能 然后它也多了 主体感应式的尾门 然后后面的心理箱 也几乎比原本大了两倍 也有一件倾导 所以它的配备上 基本上会比原本的先备 多了一些功能上的差异 当然除了年度最超值的 Focus SD Wagon 值得大家来探讨之外 还有近期 其实BNW 大家也期待已久的三系列 最容易入手的318i 也正式的贩售了 可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既然它是三系列最容易入手 而且是最入门的 那它的配备 还有它的安全 以及它的动力上面 是不是也比较入门呢 其实我们过去看到 这种豪华品牌的 算入门级的主管房车 对不对 其实在最初阶的这个版本 可能车型还是一样 漂漂亮亮的 然后有豪华品牌的 这个品牌光环 但是在配备上 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点 很多东西 会比较养春 对很多东西 你看那个规配表 那个圈圈是空心的 要选配 对不对 但其实我们这次来看一下 318i Luxury的一个 入门的版本 它的售价 其实跟过往差不多203万 可是大家注意看一下 下面这一大块 全部都是它的标准配备 没办哦 这个人家一看是知道 我们知道过去 近期这几个月 我们讲BMW新车都是 上市就配好配满 但来到这个入门的318的版本 其实也是分照一样的一个标准 你看像是它的外观套件 比较大的差异 就是没有AMPS4 但是也给你Luxury Run 很多种镀铬啊 亮亮的这种装点 然后主动的头灯啦 全套的Personal Coop的系统 连行李箱的电动起壁 皮实的仪表台 然后两个大块的这种荧幕 iDrive 7.0全部都弄都是标准配备 那这个东西呢 大家比较在意的 唯一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它的动力比较入门一点点 它一样是2.0升的B48的 涡轮增压的引擎 那马力比较小 156P 那讲到这边呢 大家可能对于动力就会比较 有比较多的琢磨 其实以它的上市这个流程 我们第一台见到的 这个G20的3系列是330 再来出了320 那当然320呢也有标准配备这种M Sport套件 可以说是它车系里面的一个主力 那来到318的部分呢 其实一开始大家觉得可能会用比较小一点点的引擎 不会用到2.0升 因为呢 你看到在同级的入门兵士 你说C180 它是1.5升的四缸引擎 但是没有EQ boost 就是没有4.8伏动力 那你要到C200才有 但是在E80的部分呢 它1.5升就差了YCT的排气量 那马力呢 虽然一样都是156P 而它的320跟C200 也都是184P 这个其实并不是两家车厂刻意的做一个竞争 其实海外的一些马力的税负的一个标准 所以会做这样的一个调效 但是以这个容积量来说不一样 有什么不同 其实虽然它们的扭力数据很接近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0百加速 还有你在最大动力的峰值出现的转速区间 以BMW来说它的排气量比较大 会出现得比较早 这个造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当然动力 第二就是你在整体输出的顺畅性来说 这个会表现比较好一点点 你这个实际驾驶上才会做出来的差异 而且我们回到配备的部分来讲 我们讲320和330 它差了哪些东西 其实大概就是 比如说电动的尾门 然后皮质的仪表台 那多了一些像是这个 哈姆卡的音响啦 或是电动天窗 没有了 大概就这样 所以等于你加 可能加26万到320 或是到大概270万的330 其实就最大就是动力的一个区别 那这造就一个很棒的现象就是 我如果今天没有那么样的动力的需求 其实你知道很多的3系列 或是C class 都是很多女性的驾驶 很多贵妇 他们这个身份地位还不错 但他们不想要开先辈车 在豪华品牌选这种最入门的房车 他不要好的动力 可是他要很丰富的配备 那怕开在路上人家说是三宝 所以他要很完整的主动安全系统 这些在上面通通都可以一应聚集 那我个人会觉得呢 其实B&W在这个全球的市场 其实近年 应该说上半年2020 它的市占率其实是有衰退 主要当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的 产品推出的一个顺序 全球同一都是先推高动力的 我们看到330 什么530这种先出来 后面才出入门的 我觉得对于相比 宾市的整体一次全部出来的市场策略来说 我觉得比较吃亏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 其实我个人觉得配备这么好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往下再出一个 像过往有316i这样的车型 比如说B&W 地理200万的哦 对B&W有非常棒的1.5成三缸的引擎 你是不是可以更小一点的动力 那我可能比如说比照 现在它的对手 宾市的C180 我没有电动后翔 我的座椅是手动调整 不是电动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或许价格可以再往下压 可以再扩展一些市场可行性 但是回过头来说 以318 Luxury的这个车型来看 这样的售价 200万的一个基准 过去其实你没有办法拥有 这么多的一个配备 已经是蛮有市场竞争力的一个车型 所以现在即使是豪华品牌来说的话 你买到入门的车款 它仍然在动力 甚至于配备上面 也给你给好给满 但如果你是B&W的车迷的话 你一定会非常羡慕这几位国外的车评 因为他们已经抢先试驾了 最新的M3 M4的原型车 Prototype 我想老谢你应该也非常羡慕他们 其实说真的 每个男人的梦想 就是可以开这个性能的手排车 在这个赛道奔驰 对 不过因为这个新的M3 M4 他用的这个引擎 基本上跟那个X3M跟X4M是一样的 在大陆那边已经上市 我们也试过了 跟那个引擎是一样 是那个3.016双涡轮的那个引擎 然后473匹 那听说后面还会出一个那个什么 competition的版本 大概有503匹 呃 我自己开过X3M的感觉 说真的那颗引擎 狂暴之外 而且相对很宁静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失去了 B&W传统的那种味道你知道吗 但是不得不说他好像有点像 AMG看齐那种感觉 就那种引擎的宁静度 精致度 偏向舒适了 也不是偏向舒适了 就是那引擎的宁静度 会让你觉得说 我真的在开B&W吗 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 那种狂暴的感觉不见了 而且听说他这一次啊 除了可以有后驱之外 然后还有四驱这个X3M的版本 那到底会用8AT还是7T 其实都没个定论 但是确定手排是因为 我给我看到那是手排了嘛 那有人问我说 B&W Empower啊 还有对比什么AMG啊 或者是奥迪的RS 那种感觉都不一样 其实AMG相对来讲 我觉得就是 给人家那种很奢华的感觉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因为买AMG的人 你就会觉得 这就是好人奢华嘛 对不对这种感觉 然后买RS的你就会觉得 他可能是一个 偶尔想要出来胚车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家庭的人 对不对 那B&W Empower系列 那个问邢宇龙就最准了 我们两个以前都做改装的 真的我在胚都是B&W 对不对 真的有在改有在配合 都是B&W 所以B&W一出来 那种鲨鱼的气质 给你的感觉 就是这个就是性能车 所以对我来讲 Empower 如果这三个品牌里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真正的性能车 我个人心中是给Empower 这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比较难死汗气概的那种车款 出来就是到酸鸭 那种感觉 Empower就是给你这种感觉 真的看完了B&W的消息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竞争对手 冰士呢 其下呢其实它的主力车款GLC 才刚在去年台湾在这边进行这个小改款的动作 也推出上市了嘛 可是在国外呢 现在已经知道说大改款的GLC的伪装车 而且测试车也被捕捉到了 那依据这个测试车的整个车格来看的话 推估它有可能会出七人版本啊 大伟哥这真的假的啊 七人版本这当然这是不排除有这可能 因为你现在看到像它的上级车款GLE 对不对或者是它的最新的GLB 都有这可以加这个后面第三排二人座车型 因此GLC它不会不多装个二人座 其实也说不过去 因为这是可能性蛮大的 因为在这整个一个编程来看 在目前这豪华车的这种豪华LSV 的确在市场上是相当热门 但是大家都想到了 除了服务这五个人以外 我假如能够再多做两个人 扩张这个车系这个车型 它的一个使用弹性 跟它的市场一个层面的话 这不是让这个车子可以卖得更好吗 尤其现在大家轻薄的相当激烈 你假如车子能够再多两个位置 势必一定有这个好处的 因此当然外国媒体 已经在国外的这个道路上面 已经拍到了下一代 这个GLC的一个样子 看起来好像它的车厂 比起现有的车型来的要多一些 因此大家就猜 这是不是为这个推出 这个第三排做准备的 的确我们看现在GLE GLE跟GLC它是两者的差别 两者的这个车长 差不多差了26公分 26公分 那你再看GLC跟现在GLB 只差不到3公分 车长不到3公分 轴距也不过多了5公分而已 所以GLC势必它要在下一代车型上 它一定要把它车格再拉大一点 拉开跟现在GLB的差距 那不是又接近GLE了吗 那还好啦 跟GLE还有20几公分 将近30公分的差距 车长的差距 因此在这个我们看 这个车子最快要2022年才会出来 2022年来到台湾可能都是年底 或者是隔年之后 对 2023年 对都有可能 但不管怎么说 GLC是目前在它整个一个它的 品牌的主力 对 LSV的主力 因此你看它这车子 在美国也是它的销售主力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 这个车型 它除了5人座之外 未来多第三排座椅 的确是可能性蛮高的 好 那我们看完了豪华品牌里面的 这个德国的品牌之后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豪华品牌的日系品牌 Lexus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在今年会推出IS的小改款 可是没有想到LS的小改款也在国外 已经上市了 而且正式的发表了 我们请行男告诉大家 到底这个LS小改款 它的重点有哪一些呢 对 我们现在的新闻一直都关注 在休旅车型上 那其实四门房车的确 比较销售市委 尤其是大型的 那其实讲到国内 大概比较指标的豪华品牌大型 大家不外乎先讲到 賓斯的S VMW的大七 以及我们就要来讲 Lexus的LS 那新的LS 现在它是在2017年 做了这一次的大改款 第五代的全新的市代 那这一次我们今年初 刚前阵才看到日本的是 属于一个中程的小改款 外观上 基本上还是维持 原本这样的一个线条 但是在灯具上就不大一样 原本的 现在我们国内放的时候 它是有点Z字型的 就是头灯跟日行灯 有一点线条 但现在改款以后 变成是比较传统 一体式的造型 然后再来 我们看到现在画面上 是它接下来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主安配备的 这个雷达波板 它其实多了类似我们以往 头灯清洗剂 但因为它可能考量到 雷达波板 攸关到判别的准确度 可能在一些日本当地 寒带国家有雪 或是下雨 这样的账物 它多了这样清洗的装置 然后另外在这个车内的部分 其实我们试过新的LS 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 冰式变成大部分 一样都是基本的科技感 豪华感都足够之外 我很喜欢LS的原因是 它多了一些日本的这种 职人工艺的这种手法在里面 那是在德系的豪华 房子上看不到的 那这一次它一样 从原本的基础之外 它做了一些舒适豪华的升级 原厂的资料是说 它总像是座椅的泡棉的舒适度 包含皮质的缝制的工法 甚至当然讲到舒适底盘不外乎 它原本就是TNGAL的底盘 它又把这个AVS的可变阻尼的悬吊 也做全新的调校 包含一下引擎脚的这个强度 让它震动更少 所以我觉得原本的新LS 我们开起来已经觉得 非常的舒适豪华 那这一次的小改款 原厂又再次去强调 这些细节的精进 我相信会有更好的感受 那车型编程上维持一样不变 还是LS的350 就是3.5的NA 以及LS的500 它就是有更大的动力之外 那有500的H 相关的这个油电的设施 那说到油电的话 原厂也讲了 它的重点除了在外观车型上 你会看到它的叶子板 多了一个开孔 更有运动化一点的风格 它在A柱下面 会多了一个油电的开孔 然后在这个油电的 跟传统汽油的切换之间的 这个动力 它也做了更精致 会让你有更好的舒畅的感受 这是这一次改款的重点 Lexus呢 它除了在这个房车市场上面 推出了LS的小改款之外 刚才我们提到的 今年呢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是 IS的小改款 当然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 可是竟然有人发现了 Lexus在美国 应该不是说放出 应该是被网友抓到 你一定要注册一个名称嘛 如果你上次前一天 突然有别的品牌 出了一样车名 不就不能出了 专利就有问题嘛 那以这个数据来说呢 有IS500跟IS控格500 那当然就是同一个嘛 怕...它就是怕人家 比如说我取一个有控格的 人家注册一个没控格的 对不对 那就互相冲突 那以这个新闻的消息度来讲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奇怪 怎么说呢 就是你今天...OK 大家看到IS500这个数据 就会想你应该就是放 5.0升V8的这颗引擎 那它应用在非常多 Lexus的性能车 RCF上一代的ISF 甚至是LC上面 都有这样的一个动力配置 但是呢 以这个IS车系来说 现在第三代的车系 5.0喔 对 现在第三代的车型 还没有出正F的这个版本 都是F Sport嘛 那你放一个5.0的引擎 OK 你放下去 那你会不叫F吗 就很...这个道理就很像 譬如说 譬如说C Class 有什么C200 C300 它放了一个 4.0 V8双卧轮AMG的引擎 可是它不叫C63 它叫C500 然后没有AMG 这样很奇怪嘛 或是什么BMW5系列 5系列放了4.4 V8的引擎 它不叫M550 它就叫550 就以这个逻辑上来讲 不太合理 对... 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IS这一次的小改款 当然大家看到它的外型 很大的变化嘛 那它的整体的车身结构 做了很大的不同 譬如说从屋顶一直到C柱 做了很高的强度的强化 那它的下肢币 然后前旋啦 或是房型感都降低了 大概20%的一个重量 所以它整体的底盘强度 运动化的表现提升了非常多 因此大家就会猜 应该是不排除 会有更高动力的车型推出 那其实以这个车系的 过往的传统来说 上一代的ISF 其实也在小改款后 到很后期 快要下一个世代的时候才推出 所以当然以这个车厂的习性来说 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以500这个名字 你前后都没有F 我个人是觉得啦 应该会是在LS500上面那一颗 3.5V6双涡轮的引擎 来放上去 这是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 比较合理 但是其实它的动力 也是将近500P6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以500的车名来说合理 但是在国外部分 你看有IS 有现在有300 就是所谓200T 也有NA的350 也有油电的300H 所以它的车系非常的广 那讲了这么多呢 我只要讲一个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 理论上跟台湾应该是无缘啦 除非它真的就是 可能北美叫500 那其他可能亚太地区是ISF 以这个性能车的方式 结合FTM这个性能品牌 在台湾如果想要推广的话 GLC啦 这些GSF 这些有产品魅力的性能车之后 那以把这个3.5V6的引擎 第一次从LS这种旗舰的市售车 搬到性能车上面 作为第一个开路的先锋 我觉得这才是 稍微比较合理一点的可能 好 那当然同样是在 核泰集团下面的Toyota 最近也提出了最新的 四轮转向的专利申请 我们知道的四轮转向 不是已经有了 它怎么会有最新的 四轮转向的专利申请呢 这到底跟我们认知的四轮转向 是一样的吗老谢 是啊 这个提一下豪华的这个房车 或者是SUV都有4WS 就是四轮转向嘛 万一你猜猜看 第一个用这种四轮转向的车 这种普及化是哪一家车厂 我不知道 偷偷告诉你是本田 因为我刚查的 你怎么觉得 应该先告诉我答案 不好意思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它这个是真四轮转向 就跟一般我们看到四轮转向不一样 因为一般的四轮转向是会让你的操控更加流利 但它这个是真的可以让你在市区使用的时候更方便 你看它这个可以90度的做横移 等于你以后停车 以前倒车入库是这种困难 现在是直接这样移进去 而且它四轮是独立的这个电机轮毂 是很厉害的 所以它这个TOYOTA真的是黑科技 你知道吗 其实它这样设计之后 我想到第一件事 不是这个科技有多厉害 而是你以后要怎么定位 对啊你汽车定位你要怎么做 那这个会不会到时候 它真的要开发出来 当然这个现在是申请专利 是一个概念 但真的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定位会不会准 我相信会考验底盘店 然后最主要是它原地就可以掉头 你看它变成这样子 有点像八字形 正常一定要回转 就前面这样绕一大圈 你看它直接这样子就可以回转 真的是很厉害 在市区真的是 我只能讲一句话 以前诺基耀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我觉得科技始终来自于惰性 真的让你真的是越来越方便 你看整个这个电机设计 什么这个整个ECU的控制 都已经设计好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它未来要普及最大的问题 我是觉得它底盘的到底耐用性 还有这个定位要怎么去做设定 我觉得是它未来要普及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有没有一些安全性问题 比如说这样可以进入那个停车阁 那万一有行人的话呢 所以它一定要做一些 没有它当然说它一定要做一些警示 比如说可能怎么跳一个东西出来 闪灯或者是用各式各样方式 什么用感应 sensor 感应 sensor或是用鸣笛的方式去 去告诉这个行人 有这个它准备要进去了 这个我相信Toyota是一个很聪明的厂商 它一定会把这些事情想好了 倒是不用怕 真的 就像老谢所讲的 Toyota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车厂 所以他们接下来有很多厉害的车款 即将跟大家见面 乃哥是不是 对 它在路上竟然就拍到了 真幸运 真的是 可是真的是吗 还是他眼花看错 我想这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是这一款 在泰国才刚刚发表的这款 Corolla Cross 它刚好真的是很match 台湾的市场 其实今年下半年 最重要级的车款 应该就是Toyota这一款 保密到家的小修旅 大家现在猜的它是 叫Corolla Cross 而且近期在台湾的道路上 已经捕捉到了这一台的伪装车 那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个乃哥 是不是 他在路上竟然就拍到了 他真幸运 真的是 可是真的是吗 还是他眼花看错 我想这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因为从他这个车子的这卫装车 跟我们刚刚这个国外 就是泰国 那边才发表的车型来看 的确是相当相似 尤其是轮廓 或者是大小尺码都很近似 而的确 这个在Toyota的部分 它在国内 虽然它在SUV市场 有非常强有力的RAV4 当家在国内这个撑起一片天 但是终究是进口车 而终究是 对这国产的这种体系来讲的话 他还是没有办法把它share 掉 因为Camry退厂之后 他遗留下来的一个产能的空虚 因此在Toyota对这 和泰来讲 他一直想要补一款车型进来 他补什么车型进来 当然就是目前最红的SUV 但是SUV要学哪一款车型 日本常常我们先前在日本的东京车展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车型 有的太小 有的太大等等的 就是这一款 就是这一款 在泰国才刚刚发表这款 Corona Cross 它刚好真的是很match 台湾的市场 因为从国外发表的规格来看 它的车厂是4460mm 比RAV4稍微小了12公分 但是比现有的KX或者是HRV都来的大 因为现在的KX 他们都是43或42的水准 因此你看 它的尺码是不是比RAV4稍微小一点 而且车厂宽也跟RAV4相当 然后比其他的KX或HRV来的宽 车厂高刚好是1620 是现在最好的一个SUV的一个态势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国外泰国公布的它的动力 是1.8自然进气 还有1.8的Hybrid 天哪 这不就是跟国内现有的Altis 是一样的动力 是一样的 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 或对国内市场来说 真是一个天作之和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对 而且它又要国产 对 因此国产势必是在国内 你可以预期只要是这款车子 外传是说在今年10月以后 就会国产上市的话 第四季 你可以预期这款车子 将是未来明年国内市场上 就是另外一款神车 对 你会看很熟悉的一款车型 可是大维哥你可不可以猜一猜 它大概价格会落在什么地方 它价格来看 因为Redford 请注意 Redford在现有的展示间 夜代都会跟你讲说 我们2021年是即将要来了 8月的时候就要来了 车价会调账了 车价调账一来是说原厂 因为台湾卖的好 他希望也能够多赚一些 再来是把这车价提高之后 因为我们说过去Redford在国内 是以国产车价 把进口车当国产车价来卖 但是现在有了这款车型 它刚好把Redford的车价 顺势往上走 从目前的94万不到95万的价格 它要往上推 推到差不多在百万上下 让这以下的百万以下区间 留给这款Color Pros来卖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款车子它的确是可以取代 未来以前Camry留下来的空间 因为以前Camry最主力的市场 也就是满百万以下的车款 还有它百万以上的Hybrid车型 那它假如有1.8Hybrid 势必它车价也可以上调到百万出头 让它的车价跟Redford 有点overlap的一个空间 这样子让消费者来各取所需 所以其实Toyota 它在正式的迎接 这款小修旅的诞生之前 中间也没有闲着 因为我们看到国外 其实Toyota的Hilux才刚小改款而已 在台湾Toyota的非常快速的动作 就引进了台湾这款小改款的Hilux 那我们要请智希帮大家分析一下 小改款到底有哪些不同的亮点呢 其实皮卡市场来讲 它的车款数目前并不算特别的多 但是它增长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以这个汽车业的 台湾汽车业龙头Toyota来说 当然Hilux是他们非常重视的 一个未来发展性的产品 以国外的推出的时程来讲 它这一次非常不合理的 在第一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的词疑 就导入台湾了 那已经要在这个月底就要发表 那已经有推出预售价了 那其实大部分的媒体也就看过车了 其实画面上可以看到 它的造型真的是往这种越野 或是运动化的风格增长了非常的多 其实原先的Hilux就是讲直白一点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那种中东味 就有点在电视画面上看到 后乡会在一些蒙面人的那种风格 但现在 台湾在谁 有点 对 在一些牛啊之类的 那现在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 是往那种精致的pick up发展很多 那当然外观主要是用一些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种轮弧 或者是它一些双色 那都是目前推出的车型 就是可能深灰配黑的这种造型的 这种点缀 多一些镀铬啦 头灯改一下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的精致度 其实是好蛮多的 就你把那个车尾切掉不看 它蛮像一台大型的越野性的SUV 就有那个高级感在 其实包含像是它的尾向门 或是尾灯 都有一些LED这种配置 其实就提升很多 那最主要就是它的像里面的滑滑系统 例如它的仪表的荧幕也会有放大 那它一些内装这种皮质 都有做一些精进 所以你在开起来的时候 就会舒适度就会比较好 比较没有那种公车的感觉 而且还有加入座椅通风的功能 像现在夏天我有时候去运动 即便运动完换个衣服还是会流汗 我开IS一上车就是通风以前开到最大 舒服 这个很实用的一个配备在台湾的市场来说 那其实其他的部分 差异就没有很大 但是它这个2.8升的柴油动力 它提升了一些些的马力 那扭力已经超过51公斤米 在扭力这个部分 就对于pick up 就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你相比可能 Ranger的200升的动力 它这个2800cc本身就有一个本体的优势在 所以它的动力 原先就是比较区就保守一点点 那现在的调整我觉得会更迎合市场 那当然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重点 真的还是扮相 可能台湾的消费者 其实买车蛮看眼睛的 就是看上去这个颜值高不高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改款过后呢 月底大家就会看到真正的售价 那讲到售价 它的原先售价 它预期单是145 146 比原本贵大概10万 贵10万 对 但是总代理说 它这一次配备这个加总起来 大概有20万的价值 那当然以台湾的传统预售价 离正式售价 只会降不会升嘛 到最后就看 给这个市场的诚意有多少 Toyota虽然是台湾的汽车龙头 可是他们也没有真的觉得说 因此而停滞下来 对于台湾的市场布局是非常积极的 当然除了我们刚才看到Toyota之外 接下来看到这个日系品牌Suzuki 我们知道在年初的时候 它有正式的宣告说 Suzuki的Swift Sport 要正式停产了吗 可是没想到最近 怎么在官网上面 看到不是Sport版本的Swift 它也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对 其实基本上我们对这台车 它2017年导入国内市场 其实我就常常 周边朋友在问我说 推荐什么小车 我都还蛮推荐它去考虑Swift 一般版的1.0 Boosterjet 或者是你比较热血的你可以买 这个1.4波轮的Sport版 那其实今年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是说在2月的时候 我记得Suzuki Sport 就先下架 对 然后在5月后来 最近Suzuki的一般版也下架 那其实照原厂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不叫下架 应该是说玩售 因为基本上你要知道Suzuki 是一台全球战略车 所以它必须考量全球各地市场 车型的编程 以及法规相关的对应 那目前只要在欧洲法规一直在调整 所以它这个原厂就做出了一些法规的 新的编程的开发中 那如果以现在我们现阶段来看 它在玩售之前 其实维持不错的销售 除了我们调出19年的Suzuki 卖了 台湾卖了3000多台 那即使到了20年的 这个上半年 它也卖了1000多台 如果以5月6月的单月的销售 大概也都逼近200台 所以这台车其实在国内小车上 一直算是蛮稳定的 是啊 那如果看到现在 我们大概5月多 日本当地做了Suzuki的小改款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 基本上行没什么变 真的 如果要认的话就是水箱罩 多了一道的很炸 红色的 这是最基本的 你会判别的 那在动力的编程上 以目前日本来看的话 比较受到当地媒体 觉得最棒的一个选择 它出了一个1.2的这个轻油电 那基本上它的动力输出 如果以原本引擎的出力 大概是90匹左右 输出力不大 但不要忘记它有这种轻车重 原本Suzuki就是在1000公斤以内 然后加上它还有一个电动马达的 这个Hybrid的助翼 然后再来就是油耗 这一代的其实平均就一公升 有19.2公里 已经不错了 那现在它日本当地的1.2的轻油电 平均他们媒体说平均 随便轻松测 一公升大概都是20到25之间 很轻松就可以跑出来 那就是Hybrid的车型 对 它是1.2的Hybrid 当然这是照目前的惯例来说 可能日本跟我们到时候 国内引进不见得那么快 就会有这样的动力了 那如果看到欧洲的话 欧洲的话 它的Slip Sport 已经有出了新的 但是还是维持1.4的Turbo 但是多了48V的轻油电 所以现在蛮多欧系车厂都有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为了因应 未来欧洲越来越严的环保法规 那我们也问了一下 国内总代理的Suzuki部分 因为也是考量到 今年上半年疫情 真的影响蛮大的 所以还没有办法很确定 跟大家说 这个新的小改款 Suzuki Vip的什么时候 会导入国内市场 虽然Suzuki目前 在Suzuki的官网上面 稍微消失了一阵子 比较可惜之外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在台湾销售 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的 Volkswagen的提款 其实在台湾的销售成绩 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近期呢 在这个国外已经有 这个小改款的动作 已经发表了嘛 对不对 那大维哥帮大家分析一下 小改款之后的提款呢 它有哪一些 比较厉害的配备啦 或者是有动力升级吗 是 这个提款到目前为止 已经它是推出第二代车型 这第二代车型 推出之后 的确是卖的比前一代车型 来得好上太多了 它现在一年可以卖上将近 这个超过90万辆 你可以看出来 这部车子对整个福斯集团 它是有多大的注意 而日前 这个提款在推出这么多年后 终于原厂也在7月1号 就发表了 它的一个小改款车型 那小改款车型 你一看 你首先就发现 它的外型 还真的是有些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在这个水箱罩部分 它做了一个调整 看起来好像是把 现在我们在国内看到的T-Close 把它放大了 然后在头灯部分 然后做了一个更精致的 计划设定 在水箱罩那边 也做得更霸气的一个调整 至于在它车尾部分 最关键的是 它把铁框 那几个字母 它放到了它厂灰下面 它厂灰下面 让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铁框 就是一个小改款车型 然后除此之外 你做进去 它的整个空台的配置 你会发现 新的一个视觉感受 尤其是它的这个荧幕 空调面板 它换上了触控式 触控式之外 另外大家可能没注意 因为我本身是提光的车主 因为我发现了 它在它这个安座的部分 它原来放它的饮料座 饮料座原来是有个这个 这个帘幕这盖板的 它现在改成了开放式 那当然我觉得 这是成本的coast down 至于在 可是这部车子 还是有新的地方了 就是它放进了这个PHV 就GTA车型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国内车民 比较关注的是 提光应该有一个 动力的车型 就是提光R 这部车子 国内会远镜 大家也在期待 现在这个国内的 这个台湾的Volkswagen 还没松口 但是这部车子 因为它带有320匹的马力 的确是把这提光 从现有我们觉得说 它就是一个很家庭 很居家的一款 国内的中型德系SUV 一举提升到 它是一个道路某售级的 一款车型 因此我们可以看看 这款车型 它假如来到台湾的话 它一定又是一个 大家会期待的一个新车 但是它来到国内 当然今年是看不到 一定要等到明年了 对 因为 其实刚才大和哥有点出来 Volkswagen的提光 虽然少改款 可能要等到明年 我们之前期待非常久的 如果你是福斯粉的话 Golf的第八代 到底什么时候来 当然还没有来到台湾的时候 在国外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到底怎么回事 老谢 想到福斯真的是多灾多难 去年最大的消息在大陆 就是PASA他们自制 一撞中保炎撞击测试 就会整个A柱都撞烂了 创下中保炎 有史以来撞击测试最差的 然后就被人家批评偷工减料 然后这一次他们经销商的主席 德克又出来说 除了新冠肺炎造成 购福八代 产线停止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质量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的软体升级一直都有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当然因为我们到现在都蛮期待 这个购福八代 基本上这个车绝对是 所以我所谓一个车迷心中 一个绝对是有分量的车种 然后他的推出 也对于我们是有相当大的期待 看到别人国外这么说 我心里是有点担心的 不过我反而更期待是他的ID3 电动车这个ID3 其实我刚问了一下志希 他说台湾这个车没有进 但去年我在广州车展已经看过了 他在大陆已经有一台了 那这个ID3 他也让我们稍微试驾了一下 他有从好像280公里到350公里 不一样的电池可以选择 而且电动车不用讲 他加速肯定是很快的 然后据说我刚刚问一下志希说 据说也会引进到台湾 但是我觉得他来台湾最大问题 真的还是在充电啦 虽然他原厂说可以30分钟充满 然后可以跑300公里 然后但是你台湾目前这些电网 充电的装置 有没有办法去配对 或者是有去对应他 其实我真觉得 这是未来所有品牌的电动车 在台湾要发展遇到最大的问题 那你知道这个配套一做好 我相信电动车这种便利 甚至不用保养 这我有朋友开那个电动车 都跟我说太方便了 不用换机油 不用换变速箱油 他觉得省了非常多时间 光保养的时间就省 是哦 你光保养的时间 10年就省了很多 是啊 像我有个朋友 在大陆开那个电动车 那个租租车 他开了10万公里 没有进过维修厂 真的 那个真的很恐怖 光是那些省下来的时间 就可以赚多少钱了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 未来最大的问题 不管哪个车厂 就是在充电技术的突破 只要一布局 我觉得电动车很快就来了 哎呀 不过ID3R引进台湾 真的是售价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跟那个 德国那边原厂 这个价钱瞧不拢 所以目前还在观望 等一下 我看了网路上都商望 我说台湾准备要卖多少钱 我不知道 台湾其实有 其实台湾的那个福斯 有去交涉 可是呢 发现那个价钱实在压不下来 而且他说要吃到一定的量 那你说台湾的市场 要吃到一定的电动车的量 那不是对于台湾福斯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啊 这个压力 因为你整个电网都还没有普及 所以这个充电的问题 没办法解决 这个车势必会相对来 会比较难卖 说真的 假设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塞车 后方有刹车失灵的大卡车 直接撞上来 那你要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状况要一直怎么样 那个人开定速 然后疲劳驾驶 他是整个已经没有知觉 然后睡着了 整个从后面上撞上去 然后车就开走 最近呢其实卖得非常好的休旅车 福特的库嘎呢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而且呢 为什么福特的库嘎 他有一个所谓的 互主神车的称号 我们先来看这个新闻 太可怕了 目击高速公路禁魂记的民众 直呼太可怕了 行车记录器清楚拍下 开在中线的黑色轿车 用非常快的速度 追撞前方休旅车 休旅车失控冲向外线 和白色轿车碰撞 白车驾驶反应不及 撞到路肩 再从休旅车侧面撞下去 休旅车不断在路肩翻滚 至少三圈以上 画面相当惊悚 而赵氏的黑车 则是继续往前冲 画面破到网路后 不少人大骂 黑车驾驶赵氏逃逸 还说高速公路上 当碰碰车在开 是在玩赛车游戏吗 把轿车当推土积开 一连串的留言 其中一则是国道警方澄清 赵氏驾驶并没有逃逸 那先插撞行驶 外侧车道的两部车之后 再撞击中线车道前方的 这小客户车 事情发生在6月27号 中午12点14分 地点是在国道1号 北上128.2公里 苗栗造桥路段 所有车辆都毁损严重 还好只有两人受到轻伤 警方也再次提醒用路人 开车要特别留意车前状况 所以开车在路上 不论你自己 是不是遵守交通规则 可是有可能会天外飞来横货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意外事故 就会想说 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爱车 是不是真的很安全 对不对 心安 其实我们刚看了这段新闻画面 我们并没有办法清楚地确认 到底造势的责任归属 最后是落在哪一台车 不过单从刚刚的画面来看 它应该是先在高速公路的内线 第二线 先被一台深色车有稍微push到 然后造成它往右边的路间开过去 然后造成摆设休旅车 实际上也刹车不急 又把它扫到 然后直接扫到路边 这个纽德西护栏 然后有一点弧度 所以直接可能车 就是侧向的横滑 反车了 那不过看到这个画面 其实最后我们的观点 我们今天讲 做一台库嘎的翻车以后 我觉得它还算幸运 它基本上最后翻回了正面 那我们怕的是 如果它没有翻回正面 如果是到的话 那可能车又会有更 其他的一些后续的联想 譬如说会不会漏油 爆炸 起火等等 或是后面又继续的追撞 它没有办法及时的做逃生的动作 我后来看到这个新闻 其实基本上后来这个事故 就是到此 就算是暂时人就脱困就出来 所以没有人伤 对它基本上人应该是有轻伤 但是车 但是我们从那台库嘎的画面 最后Ending看到 其实它的基本上AB柱 它经过这样的 大概有两三圈的翻轮 三圈以上 其实还蛮完整 没有很严重的变形 那如果我相信 只要它有确实做好安全带的防护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伤害 那如果我们再跟观众讲的是 如果你要如何预防 其实刚刚讲这个库嘎 其实看起来它还蛮衰的 它应该是被波及到 然后被扫到路边 那这个就没办法预防 因为它是照它的规矩开车 它并没有犯规 那其实可能那台深色休旅车 先超速或者是换道 没有打方向灯等等的 这样的原因造成 它poosh到这一台KUGA 然后失控 所以还是跟大家讲 就是基本的开车 就是还是遵守相当规则 然后你要换道的话 打方向灯 然后保持行车的安全的距离 然后现在的车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被动安全 基本上水准越来越高 我们也看到New KUGA 有一些新的安全系数都上来 然后现在 我相信路上大部分的新车 也都有了像盲点 车道变换的辅助 等等的功能 如果你是开了一些旧车 其实像我自己车也没有 但你还是养成 基本的开车习惯 保持安全距离 你换车道 除了方向灯 照耗镜之外 余光稍微确认一下 不要去影响到后方的事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 后方是不是有快车 或是你今天是开快车的 你没有办法预测 灵车的反应 是不是跟你一样好 所以你不要把大家都想的 跟你一样技术好 因为有的人可能 新手上路 或是比较紧张型 所以要帮你的灵车 也要去想一想 多方人去考虑 如果真的发生 碰撞翻车了 像我刚才可能 第一个动作先熄火 因为不是每台车 都有断流断电的 这种主动装置 先熄火 避免走火火烧车 然后再来就是 做基本的逃生 你要注意看你的玻璃 如果真的是翻的时候 你要出来的话 可能玻璃车身已经变形 那玻璃敲的时候 小心尽量去敲车窗的玻璃 不要敲前挡的玻璃 因为前挡是 比较会防后的 比较不好敲破 那车窗的话 基本上你从四个角去敲 都会直接的集碎 再出来 小心做逃生的动作 这是基本的当下的反应 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 他那个车 从后面追撞上去 我觉得那个状况 要一直怎么样 那个人开定速 然后疲劳驾驶 他睡着了 他就整个这样 他已经 他不是照逃 他是整个已经没有知觉 然后睡着了 整个从后面上撞上去 然后车就开走了 你完全没有刹车 他完全没有意识 他已经要么就是吸毒 讲难听一点 要么就是已经睡着了 只有这两个可能而已 所以这个看起来 应该是这个状况 因为我看不清楚车 总不知道他有没有自动刹车 应该是定速开着 就这样子一直去了 他也没有 可能他撞过来 他才开始反应过来 所以如果这时候有这个ACC啊 前面的跟车巡航系统 是不是就稍微 可能也许就是可以减缓了 这样子的意外发生啊 我觉得像有一些豪华品牌 有后方来车 紧急接近的时候的那个警示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状况 也没有办法 但是就是这个 这个很像之前一个状况 就是假设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塞车 后方有刹车失灵的大卡车 直接撞上来 那你要怎么办 你真的只好左右赶快闪 对你就只能开车的时候 稍微余光注意一下 大卡车就是两眼开开 准备投胎啊 哈哈哈哈 不是我要告诉大家 真的要赶快闪到两边 你稍微注意一下 后面如果真的有 不明物体高度接近的时候 快速接近 你这个时候 像他刚刚往右闪明明明明明很危险 如果可以的话 往左切一点点 或许啦 只是或许 这个这个神人级的反应的话 可以可能可以逃过一截 对 刚刚说那个情形就是说 假如说你塞车 然后后面的大卡车 他家这个刹车部级撞上来 这的确我的朋友 就以前同事 他的确他以前开了 就三箱的房车 载着家人跟孩子 他的太太坐在他后面 孩子坐在他的右侧方 又后面 结果他们发现 他们停下来 后面的大卡车 没有刹车 结果一路撞下来 这时候来不及说 你在找安全带或什么 当然儿童 那小孩子是有儿童座椅的 那时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他赶快抱住前座的 那个座椅的椅背 抱住 因为车子这时候撞上来 撞上来之后 还好因为是三箱房车 撞扁了他家的内部的行李箱 整个撞扁 还好他是人没事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 刚影片 影片他这样子 那车子库盖 往车边翻的时候 后面那部白色车子 他也是要瞬间停车 这想想看 假如后面两个座椅 他们都没有吸安全带 库盖那上面 后座有人 没有吸安全带 他再怎么翻 那一定是受伤的 因为炮肥 至于那部白色车 就在最外侧车道 他紧急刹车的时候 前面的人是看到了 后面的人可能在玩手机 看什么的 这时候一定往前冲 这时候你说 可以想象 这个受伤的情形 一定不是 我们现在想的说 没事 翻了人 还好 假如你后座有人 一定是有受伤的 对 所以其实不论 开什么样子的车 我们真的上路的时候 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有一些人 真的握到方向盘之后 天哪 他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人 像这个游览车的司机 瞬间变成熊猫功夫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一下 黑衣男 安娜 下来 你再给我敲 下来 下来 黑衣男子在驾驶座边 怒气重重 不断敲打车窗 双手握拳 摆好姿势 在车外跳动 要驾驶下车讲清楚 你小心 你小心 来 他是不是有病 对 快来快来 我快来 车内驾驶气坏了 拿出铝棒 一步做事要开门下车 一旁乘客惊恐不停安抚 后来对方罢休走回车上 原来他是游览车司机 当下双方都很激动 场面失控 下去近方回应 双方恐怕涉及强制 毁损恐吓等罪 但事后都没有提告 互控说辞 各说各话 还得再进一步理清 不论是谁说的有理 其实真的两个人都吃亏 对不对 老板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现在真的是天气这么炎热 大家火气还是要降下来 其实真的发生事情 叫警察好好去处理 你这样去敲他的玻璃 如果力量大姐把他敲破了 你就行事毁损罪 你也很麻烦 然后里面那个拿铝棒 其实我说真的 下去如果两个这样打起来 都是伤害罪 那伤害罪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是看谁受伤 比较重就是谁陪谁 那你何必为了这种事情 去吃官司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大家开车 还是互相礼让一下 老实说 我觉得游览车司机也太冲动了 这样子给人家跳得上去 你半路蓝车的话呢 我觉得他跳得上去 跳那个八家匠你知道吗 太男孩 所以其实是半路蓝车的话 他其实两台车都要受罢 都要受罢 如果这个警察是可以来开罚 而且这个其实还涉嫌违反了 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 如果他真的要深究的话 你造成社会的动乱不安 其实这个警察硬要开 你可能要吃官司的 就算你没有什么毁谤 恐吓这些还是会坎 航空公司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